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澳門堅定落實一國兩制 社會亦欣欣向榮 回歸二十年來 訪澳人次是屢創高峰 去年高達3500萬 2018年澳門的人均GDP 接近67萬澳門元 雖然澳門先天的土地不足 但澳門亦有本身的優勢 我們要在這個穩固的基礎上 開拓更多具有創意的旅遊休閒項目 亦要加強澳門本地的交通 以及與區內的交通聯繫 特別在中央賦予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 意味澳門在大灣區的旅遊發展中 擁有龍頭的作用 因此我們必須利用大灣區的良好契機 加快發展區域的旅遊 推動一程多站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出行來電視 有預測 在從全球到達了 使用的旅遊 有兩萬代的項目 演繫